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要来看民宿记的第四章 主题是各师其职 在立位记里神呼召他的子民前来敬拜 要圣洁 在民宿记里神呼召我们来与他同行 直达到神的应许地 立位记说到我们被拣选分别为圣 民宿记说到我们与神同行的责任 在第一次点数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时 共有六十万成年男子 如果以一家四口来计算 就已经有两百四十万人 再加上流洋和其他的牲口 这么大的一个群体要在旷野中行走四十年 若不是神的同行带领 他们是不可能到达应许之地的 这几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前行时 不是漫无章法 毫无目的 圣经记载着白日有云柱 晚上有火柱带领着他们 在他们的中间有着约柜与他们同行 在今天的这一章 我们要看到神是怎样有计划 让立位人和祭司配合完成每次的约柜 和会幕的安营与起营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是按着东南西北四个方位 围绕着会幕安顿 所以当立位人把会幕位置确定了 其他各营各支派就能决定自己该在哪里 因此会幕是以色列人全军的心脏 立位支派个人都要对自己所负责的有专业 个人也清楚知道自己的功能 对自己的工作熟练 忠心做好自己那一份 在起营时神吩咐亚伦和儿子 要先把每类不同的至圣之物包裹起来 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栽下遮盖法柜的曼子 用以蒙盖法柜 并用海口皮盖在上面 再用纯蓝色的毯子包裹 橙色柄桌子用红色紫色的毯子 香坦用紫色毯子 当亚伦和他儿子把所有圣物都用专用的毯子盖好 再盖上海口皮 才让歌侠族进去扛台 这些圣物都代表神的同在 约柜是神的示恩座 橙色柄桌子是神对以色列的供应 香坦是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祷告 金灯台是神昼夜抗复以色列 这也正如神与我们的关系 既全面又丰富 今天神借圣灵内住我们里面 这些全都在我们生命中 看见摩西亚伦怎样仔细地保护至圣所 就明白圣灵在我们里面 也同样如此坐在我们身上 本章中寄述着耶和华小域摩西亚伦 点属歌侠子孙负责至圣所 由祭司亚伦儿子伊利亚沙专职带领 格顺子孙和米拉利子孙要负责会墓 在祭司亚伦儿子伊塔玛的手下办事 格顺子孙要负责布匹类的组件 包括围子和门脸 米拉利子孙负责大件的墓宫内的结构组件 在安营的时候 所有的东西都要被看守 神的荣耀彰显在他们中间 祭司有祭司的位置 立位人有立位人的位置 以色列人有以色列人12个支派的位置 每一个人都对损神 每一个人都敬畏神 在这一章中 我们看到好几次的点数立位人的人数 耶和华点数了立位支派中的 歌侠、格顺、米利拉子孙中 30岁到50岁 共有8580名前来任职 在会墓里做台务的工作 第49节说 摩西按他们所办的事 所抬的物 凭耶和华的吩咐 鼠点他们 他们再按被摩西鼠点 正如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鼠的意思是Vist 探访 抬着神的荣耀往前行的人 要有神的鼠点 神的触摸 每个服饰的人都是神在三鼠点 是神拣选的 并且做什么 扎营在哪里 起行 是第几个起行 要拿什么 神都有丰富 不可以掉以轻心 而且大家是整体前行的 不可以说有一些在前面 有一些在后面 每个人所搬的都是重要的 缺一不可 同时我们看到了一个 服饰的重要品格 就是顺服 神不只对祭司 有很清楚的指示 并且借着摩西小玉 立位营中的 哥侠格顺 米拉利三族 所要负责的服饰 仔细列明 他们的子孙所要办的事 每一个工序 也要求的很仔细 神对每一族的工作要求 非常的清楚 他们也很顺服 虽然神对服饰 有许多的要求 但在这里 我们看见完全没有人的声音 只有神的声音 人只需要服从 用手和脚来跟从神 服饰很看重顺服 这里每一个人 都是按着神 怎样吩咐摩西的儿心 因为神通过摩西 与亚伦去分配 所以每一族都听从 他们的吩咐 他们没有任何的意义 不论是做多或做少 一点意义都没有 所以在服饰中 很重要的是 不要有人的声音 不可有埋怨 同样的 天父对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所教会 都有独特的 孤召和使命 我们要清除每一个 甘位的神圣使命 以严肃敬谦的态度 去侍奉 弟兄姐妹 彼此相爱 承担属灵家中的责任 为众信徒立好信仰的根基 管床福音 在这世代 做忠心爱主的门徒 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在今天的经文中 让我们看到了 你对我们无为不至的爱 这样一切的事 都安排得这么完美 谢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帮助我们 顺服神的每一个带领 也求圣灵帮助我们 敬畏神 每天都能做好 我们当做的每一件事 好叫你美好的心意 成就在我们身上 哈利路亚 谢谢你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如此祷告 侍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